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还得说说更加让人雄起的事 这个成鹏来了就知道跟体育脱不了干系 这个冬奥会 我发现这个加拿大呀 咱中国在加拿大 真是这金牌一家在家是彻底拿了大 就成为大家拿了 大家拿了 而且就是今天嘛 今天是什么女子素华三千米接力又弄一块金牌 不容易 不容易 其实我对冰上项目我是不是很了解的 我对冰上项目最了解的就是 前中国足协的这个组管中心主任南勇先生 他以前练冰上项目 他是很厉害的 十四岁 最近也是恶补了一些冰上项目的知识 其实中国 这个以前在短道速化 五百米 他厉害 因为他不是个偏门项目 类似有点在国际体育大家庭里 乒乓球 他这偏门项目拿了比如说一千五百米之前拿了三千米接力 他这种是很难的打破了像一千公里打破了韩国人的垄断 这还值得骄傲的 哎呦 这个最近啊 他们说最感动的反正网友们纷纷感动的就是说那个谁周扬 周扬 周扬 拿了这个金牌 说呀 说的那个话起码不是套话了 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了 就是说呀 就拿着金牌 咱可以看一下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能拿到金牌 觉得这面金牌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嗯 这是我的梦想吧 然后 然后我觉得我拿了金牌以后我可能会改变很多会以后会更有信心 然后也可以让我帮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我帮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多好 哎 我觉得他说话 我觉得他很爱国 对 爱爱爱爱家还是爱国爱国啊 嗯 国家国家有家有国有国有家吗 嗯 我采访过王军霞也不是采访有一次做节目和王军霞我和他聊 他很苦恼 就是以前他老冲破终点线的时候 已经老说请问你冲破终点线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起了五星红旗 王军霞我没有想 你真没想吗 王军霞那我想起了五星红旗 其实在冲线的时候是脑子一片空白的 那时候想起五星红旗冲不了线 冲不了线 对对 但是我感觉啊 我们的这个队员啊 是不是在受到一种教育 还是一种什么 因为我那天看中央台嘛 就是他们在加拿大比赛 然后就到人宿舍摸摸摸摸到那个女生宿舍 就是他们这些女队员的宿舍里去看 你看什么王军霞好像是 真的他宿舍就挂一个大五星红旗啊 那就是他的 这也不稀奇 是吧 很多国家的也都会这么做 而且呢 就是这次我可真想不到 你就说这个周扬 说去温哥华之前啊 他一个月工资才五百块钱 对 什么妈妈也有残疾爸爸什么的 凌晨三三点的什么骑摩托车接送他 就这么训练 家里啊 就是也是穷的叮当响 然后就咱那天跟子墨还说到这问题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效应 你看一招得金牌 长春那边沸腾了 长春那边去 甭说说是长春市的一个 就他们家所在的区政府 甭说别的先送一万块钱 给家先送一万块钱 家里呢百四桌酒席 然后呢 航空公司免费机票送到家 然后就是说长春市政府 还是吉林什么政府 我们一定要奖励 奖励什么标准 报道上讲 上一次奥运会 王浩 讲了一百万人民币 说这次 至少也得依这个令 不会低于这个令 我想这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 也不能叫贫困吧 就是一普通家庭来说 这一下子就是翻身了呀 当年女排姑娘拿冠军之前 个儿太高 找不到男朋友 拿了冠军以后 个个组织 他们都帮介绍男朋友 经济问题解决了 情婚姻问题也解决了 包括很多 你比如说女排姑娘 个个长得还还不错啊 有些大级别的摔跤手 包括那个一些大篮球的 真真是你真拿了名次 你的感情问题也迎刃而解 是吗 这不奇怪 这不奇怪 好莱坞一部片子叫一球成名 对 对吧 对一个也是个贫困的 贫民窟的小孩 嗯一球成名了 什么都有了 开跑车了 对他叫一华成名 我觉得这是体育职业体育必然带来这种个人的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没有问题 而且我只是觉得中央台做了一个在我看到拿奥运金牌采访最好的一次 不是因为记者问的好是他就应该答的好答的好 你看我们我们我们这个圈子老调侃的那个东正那女记者是我们觉得有一半流向一半是被东正那给废的 请问你拿到冠军你高兴吗 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你的你的号码 你的号码是441号4加4加1等于是正好是9你也又正好是第九赛道请问是一世的你要拿冠军吗这会被搞崩溃了知道吧哎呦我那你说你他特别没有人性你说这号码啊现在长春的彩民愤愤买彩票因为周阳的那个号码是114好家伙全买114你这咱们中国人真有意思 所以你看啊像央视这个这回这个采访我也觉得是很好起码他这么就说出来了也就说人话了而且也就也就这么出来了嗯那么起码不用逼着这孩子说哎呀我觉得就我赢了金牌国家雅克西啊哈哈哈哈哈哈说句说句老实话对吧就大家就能把这姑娘不得了评为现在最我心目中最美的姑娘所以你想想看由此可见平常大家多不老实哈哈哈说了一句那么那么没什么了不起的话吧这不是 嗯啊所以我说他爱国呢嗯其实咱中国其实在进步我估计啊我就斗胆说去中央领导咱们最高层领导也希望我们的普通人员我拿了我做我在我的工作做出成绩了是我家庭好了啊这才是爱国吗每个家庭都这样不管扫大街的像我这样像你这样耍嘴皮子的我这样写字的对吧嗯你每个人整好了国家就好这爱国了我们不需要你看我们那个伟大的中国足球队以前在比赛前老先向国籍宣誓 教练领队先紧张吗不紧张紧张吗不紧张就上去紧张了你没有必要吗咱过去教育是什么舍小家为大家对就舍了你小家我这么讲话说回来其实我们不排除有的运动员就是说今天最凄惨的在哪为什么大家都称赞他说他说的是真话假如说有个运动员他真心想的就冲泄想五星红旗还真给他赢了 那他真爱国爱的不得了然后最后说我觉得我为我的国家骄傲怎么样这么说我们绝对不排斥这可能性这绝对有可能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今天任何一个人在说这话大家都怀疑他说假的你说这这就很可笑了我们的宣传机构有时候吧他是宣传能力有限你说我爱我爱国是对的呀我不能不爱国就现在我们把真爱国的人弄成假的了没错就我们常为宣传的那种方法他他没有能力你就闹不清这个 爱啊究竟是什么了你说这爱我还想起来呃那个冰湖对那个加拿大的那个那个外教教教练怒了最近在在加拿大怒了说说这些说说中国对这个冰湖队的这些姑娘他就不爱冰球不享受这个运动拿不了金牌他就不好好打嗯结果最新的消息说那个女的那个队长吗嗯出来跟大家声明我们是爱冰球的哈哈哈要声明声明我们老外啊老外在不仅是这个冰湖了 很多运动项目他很害怕中国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个专业体制哗一百人关在一起比如就比如射击嗯老外练射击是什么呢自己掏钱一个子弹两美金很贵的咱们国家一箱子端这你打哦是吗是啊什么叫举国体制啊就这举国体制啊对可能在几年前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啥叫冰湖嗯可能知道叶湖你知道茶湖不知道冰湖可能很多就像我妈就说了 那几个小伙儿老拿一扫子在扫子这清洁工好敬业啊哈哈哈天知道哎呀这是这加拿大人北美人哎北欧人他特别喜欢一个很时尚的运动对他带动了一个一个情绪但同时呢我觉得老外酸有点酸葡萄心里啊嗯他还说的有一种道理人去他喜欢这个东西像中文人喜欢麻将一样啊就回去就我们是因为要去完成一个锦标我们一定要拿金牌我们派特鲁兵出来了嗯 特种什么叫特种兵这不是特种兵啊这是专门关起来训练的关起来训练就天天练扫地吗对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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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扫地扫兵地嗯扫兵地没这老外这是比如说你看他的运动员可能多地哈哈哈牙科医生天主教会的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嗯他可能是一个警察咱就是运动员八岁关在一起你给我扫地专业的好家伙那怎么能比你没有他确实有酸葡萄心里啊但是他说也有道理 你说我们很多动员员你国外嗯你比如说呃有印象有个特别著名的足球人叫古力特嗯对他踢足球人他踢的好他就享受踢完以后职校不成功玩干什么去了玩摇滚去了嗯喜欢本来和苏里南后裔的那个鸽子也很高大喜欢啊摇滚出的挺好的是哎然后以前还有一个一个坎通呢法国球星对对对眼镜影去了最近出了个电影吗对很酷嗯 有一个很著名片子叫伊丽莎白嗯向女王求婚的一个来自法国的公爵就他对特别酷对咱们的冠军呢到后来听说轮流到这个按摩下了是吧哈哈哈对嘛你就是周扬是出来的人了拿到金牌了会政府给一万114嗯对吧114以后的那个公益形象就是周扬对哈哈哈还有谁呢爱东梅嗯脚都变形了是前年的时候还跟我说我说我 我给你孩子找点奶粉钱啊脚都变形了工作找不到因为他农村孩子当时教练人说了你跟我去呀去那个城里边又工作呀解决城市户口啊没练出来所以说有句话有点残忍啊不应该这个大喜的日子啊首先我们我们为中华民族又拿了在加拿大我们大家拿对对对对对我们高兴自豪哎但是还有一句话有点残忌将功成万古枯嗯 一个冠冠后面有好多飞冠军哎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个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来啊就中国人你只要搞想一搞是吧总是什么都能搞上去对这个真是神了哈所以这就是 就体育项目里面我们这种举国体制啊可是我觉得觉得刚才你成本讲的太好了就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那个教练 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对的就中国人比如说我们这些运动项目我们拿冠军项目我们真爱吗 我不是怀疑这些运动员啊而是说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中国人其实不爱运动吧你看比如说我觉得最中国最吊诡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奥运金牌拿的这么多比谁都多 但另一方面我们按摩院也开的比谁都多什么什么什么概念像按摩是什么推荡按摩就是你不运动人家帮你运动 哎你觉得舒服是因为那些肌肉你自己不活动被压给你活动被运动 我们去美国嗯老师美国有比赛吗特别事女足嗯99年03年在那世界杯子上打嗯 我们到洛杉矶以后就发现满大街人是出啥事了嗯都在跑步我知道吧老头也在跑对小儿也在跑嗯爱出汗自己很累很疲惫他觉得我我享受了满街都看到人运动 我们是对有很多奥运金牌这没有人运动所以说刚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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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说这个被运动啊被按摩被运动这还是按摩院很多运动场很少对没错没说我老家四川就是年轻人干什么呢在在打平面太极拳什么是麻将平面太极拳真是一个哈哈哈所以我说中国现在最奇怪是什么就是我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城市规划的建设啊它要有一个比如说一些比率公共体育设施的比例的一个构想 比如说每五万人的社区他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周全的运动场是的要有个泳池要什么他要这么来规划但在今天中国我觉得很多地方明显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规划所以变成呢就是你发现很多地方很多社区没有运动设施有的话都小的可怜那有就算有有这个运动设施而且有人在运动都是老人在运动 这个我所有时候老人对我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踢球踢足球吗有操场唯一担心的是什么呢第一怕把玻璃给砸碎了踢碎了老师揪着耳朵去写检查第二家长发现你又去踢那么危险的足球运动回家你出了汗以后之下一划有白盗嘛啊你又踢球了又挨打那我们但是我们有至少有这个可能去去去去干坏事的我们当时叫我现在孩子没有机会为什么呢操场就给房地产公司 开发了我刚才你说那个哦给给跟餐馆合营吗那个操场操场给餐馆用来当停车场吗是吧你看很多餐馆他的开的学校旁边旁边为什么呢操场可以停车很方便好停车的餐馆生意好吗是啊你们刚才是说美国说运动我就想起啊我说过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军方背景的一个作家他就在在研究美国然后他说啊美国这个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他说我的理由有三 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就他会犯错误但是他这个机制啊有自我修正修正的能力再一点他就是说我从一点上看出来这个国家呀每天街道上你都见到人在跑步他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这样的每一个人就像你说大人小孩每个人都在运动在健身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他有一种精神在在里边对吧他不懒再一点他就说到这都让我甚至让我想起中国足球你上次讲那个 差异化合作他再一点911的时候第三架飞机最后是乘客跟截击分子搏斗吗不让他们撞了地面上的建筑吗然后就就等于牺牲了吗他说当时这些人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甚至于他们都投票大家就是互相问过意见我们大多数通过就这么训了他就说我就从这几点看出这个民族不可战胜的地方还是公平竞争 在决定我们生存还是死亡的这公平运动的起源就是为了公平竞争对尊重每一个人我在美国去刚才那个段子还只讲了一半就我们那些都在跑我们以为出啥事是不是那边打劫了我们跟着跑发现人跑了把人拿一套一滑板出来又开开溜滑板对啊你99年刚才我接两个话题来说99年女族世界杯中国女族叫铿锵玫瑰 是在玫瑰碗决战美国女族中国女族以前很厉害的为什么厉害呢跟我们说特种兵这个概念啊以前中国没有女族运动后来我们要发展女族运动踢啊 后来老外害怕中国女族为什么呢一看我们有一个韦海英他以前练白米跑的 可是跑到14岁说你海英你跑白米是不行了啊你这样你去踢足球韦海英从后场带球对方从我们的后场追追到他们家后场追到他们家后场追不着那专业的那个白米跑运动员上去我们的后腰以前练制铁饼的 你说你看他撞撞不过这种情况下我们打败天下无敌手 那时候是九亿塞里面切美国也能切但是在99年玫瑰碗很漂亮在华莱坞旁边特别漂亮美国女孩什么他有一个女族的偶像和咱们孙文一样啊是时尚女孩和柯林顿女儿那个切尔西对一样是属于苹果派对里边的公主哎就那种阳光全是上那个什么时装杂志类似中国的什么瑞地啊这种杂志的我们的把孙文歌颂什么民族英雄白毛女 但是我还写了一个你不要把他都成白毛女你那热爱我们歌颂就包括你黄泽在哪呢对我们歌颂这些女族运动员老是想把他整成苦大仇深 哈哈哈哈而且都整个面很油黑美国女孩上场比赛都化蛋装上场比赛哦我们是宣乐室上场比赛 party party 所以说我们在有一赛怎么打败天下无敌手真到了最重要比赛决赛了99年又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年代对我们我们本来能踢过他们的紧张点球没发进去哎呦然后我当时我们很失落呀哎呀这很生气看台上中国记者吗为中国队加油出来以后就明白了我们应该输 为什么要什么每个月外边16块草坪都是最高级的草坪我们没有吧更好的是什么呢很多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在踢球人是在主宫在运动哎我们是特种兵中有几个女孩踢球美国有四百万专业的女族运动员我们能找到四百都都不错了就我们特种兵在某个战斗能牵你 但战役上我们确实干不过美国女族这就是战事的责任重妇女的冤枕我自己你说我从自己我是中国人啊我可能是个偏见啊我老觉得其实中国人这个民族啊是不是有点懒就是你我从我自己讲我是比较极懒就不但爱运动好有点钱就好享受好养生知道不强调动一动不如一静嘛我们都是这种就是不是本身你看外国人啊我真是觉得 我觉得是荷尔蒙的原因还是吃牛肉的原因他们就是那个光光光就是爱走路爱动他爱跳爱跳跃道理对吗农耕文化的民族他和那个游牧民的确实不一样咱几千年来就是我们家李家庄的地啊你斗家庄能来那得那拿锄头打你的啊运动你就以前咱的地那个千末纵横对吧你就画好门阀制度你不能随便要运动一定是泄斗经常发生啊经常为了抢一口水井 两船人几百人打死多少人对咱们是不像游牧民族对吧你本身你这个活动的这个自由性开阔性不如游牧民族那么那么大对可是像这种问题啊其实中国人也讨论很多年了一百多年前清末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讲说中国人不爱动嗯欠缺上午精神所以说对不对制造了一个传奇违背科学的比如说比如有个传说关于霍元甲霍元甲我还是很崇拜的但是有的传说是太不科学了霍元甲太厉害了 一脚把门前的石狮子踢了三丈多远你想想那是变形金刚的原始吧我想起来啊我小的时候看一本武术杂志叫武林杂志我家记得很清楚就著名的八卦掌练八卦掌就是韩木侠的故事韩木侠说那个时候俄罗斯大力士第二天要跟韩木侠打擂台然后咱们韩木侠前一天晚上说去到他那拜访一下拜访一下之后韩木侠就拿这个手啊在他肚子上揉了一下这俄罗斯大力士哦就呕吐了第二天不去了 那是邪术不是武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加拿大 大家拿拿大家 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看一百多年中国的这个体育发展史啊 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要救国的角度来开始讲的 那个年代你想想看包括梁启昭先生都谈过 就说中国人不爱运动身体不强健不喜欢竞争 那时候首先跟日本学日本人仍然也是农坑社会 但日本人很好强 比如说日本到现在你我去看他小学生啊 他冬天下学他学生是穿短裤 是不让穿长裤 所以他日本我们从日本移植一套什么东西的广播操 这种广播操是从日本学过来的 那么这套东西移植到中国其实整个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也慢慢的变成一个体育大国 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讲了这个东西讲了一百年搞了一百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变成一个 非讲台意义上的体育大国呢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出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是说明就是说当年我们讲这个要搞体育是为了要救国 那救国的目的我们现在透过奥运拿冠军达到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运动了 咱们国家新中文成立以后我们国都引咎了就不用野蛮其身体了 就暂时要跟外到外国扬威也扬了对吧 所以你大家念好身子就不重要了 就是这样的啊 我突然想跑个题啊 你说起日本 就我最近网络语言不是有那个贾君彭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吗 其实这个啊 是这个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 它是这个音乐 到六点五点六点半点的时候 因为日本上学老师也要放学 像小孩玩两小时 六点半准时每个戳都有一个小喇叭 就是那个东西 你就回家吃饭了 哦 你听喇叭的 这就是他加拿大 拿大家 北京 越来越多活起来了 所以那个 多抱歉就比较 越来越多活 越来越多活